大家好 我是老船长 他是猪脑袋 我相信很多人 昨天晚上都睡得不好 有一个啥的蜜蜜很简单 就是道琼 对不对 应该叫倒水 那个水往下灌 一度开盘大跌之后要往上拉 跟真的一样 没有用 拉得越凶 就杀得越重 最后跌了六百几十点 什么原因呢 很简单 第一个 美国股市涨多了 对不对 任何国家的股市 涨多了 它有一个风吹草动 就很容易急跌 因为在多头市场 叫做对了 你也会嘛 急跌 还涨 好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听说 特斯拉没有纳路标普 所以昨天一天就跌了21% 你看看 美国股市它没有涨跌幅的限制 大家会说 对不起 这个特斯拉跌是可以 但是你说跌个八九% 了不起 十%了不起了 对不对 怎么会跌21%呢 原因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殊不知 有全世界的散户朋友都跑去买特斯拉 以韩国的散户最多 你要知道散户在砍股票的时候 对不对 是怎么样 拼命砍了 追高杀低就是散户的怎么样 特异功能 所以本来也许跌个十%了不起了 因为特斯拉它切割之后 更多的散户进来 就会多杀多 原来是这样子老船长 所以你看到它跌了21% 那苹果也是一样 苹果不是也分割吗 讲好听 这样大家买得起其实是不好的 你筹码就乱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昨天苹果也是怎么样 大暴跌 好了苹果的斯拉都倒了 这两个大多头的门绳都倒了 各位观众 你觉得美国股市 昨天NASDAQ要不要中错药 道琼也怎么样 也要跟着跌嘛 是不是 所以稀里哗啦道琼就跌了怎么样 600多点 但是NASDAQ跌幅更大 是不是 好 那你晚上睡不着觉我知道了 因为你一看这个局面 对不对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股票 电子股 有的人还觉得那是电子股 关我生计什么事 我生计很稳 昨天表演生计股的老师 你有没有做笔记 把他的名字抄下来 你拿出来看 看他今天 今天他哪有生计 没有生计股了 还在那边怎么样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因为我也曾经点过各位 他无所谓是正常 他也不是装的 他嬉皮笑脸无所谓 不是装的喔 因为对 会费已经怎么样 骗到口袋了 所以呢 死是死怎么样 死道友 不死平道 这样各位听得懂意思吗 那你输光是你家的事 我会费已经收到了嘛 不然你要想怎么样 对不对 当然是利用宝贵的节目时间 继续骗这个 骗这个怎么样 新一批的猪脑袋 对老船长 你这个讲了无数次喔 我们都不相信了 直到我们也成为猪脑袋 被大魔头控制之后 我们才知道 原来谷海老船长 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所以我测标显得很清楚喔 你的电子股 你的生计股怎么办 不相信了 我们先来看电子好了 我们就讲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曾经在台北股市 去年了 去年了 哇那简直是互风换雨 太硕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做了一个天王级的大M头 看到没有 摔死 套在这里的人怎么办 各位观众你们觉得怎么办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喔 拉上来给你跑你不跑 这是不是M头 是吧 你们都学过技术分析嘛 这M头多大 哇好几个月 对不对 那你来到这边 你还不跑吗 是不是 哇这一次一定会过 赶快 追 还要再跌 因为这个M头太大了 他一定要怎么样 他怎么上去可能就怎么下来 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很残忍的 电子股 那类似像泰塑的这股票 太多了 竹帆不及被载 老船长没有时间一一分析啊 那有一些没有这么严重的 老船长那怎么办 举例 今天涨也没有用了 像这一类的股票 他可能怎么样 拉一下再下 所以有的时候你在看股票 光一个电子类股 里面实在是五花八门很多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一句话告诉你说 细不行 这样不负责任 像泰塑那个都没有救了 那像这种呢 他还有机会怎么样 拉起来做M头再下去 老船长 有没有可能直接下来 也有可能啊 股票市场 一定有规定要做M头给你逃命吗 没有规定的哦 我只是告诉你他有机会 泰塑那个是怎么样 这已经很弱不用看了 看到没有 真的挖洞了 所以一样是电子股 你选股呢 选到泰塑 那就怎么样 走向归零高之路 这没什么好讲的嘛 各位 走向归零高之路 你看这个跌死人了 光看这一段几个月 一二三四 四个月每天煎熬啊 所以老船长跟你们说 做股票要颜色停损 我平常在讲 很多人都当作怎么样 耳边疯嘛 不听不听不听嘛 对不对 我讲是为了你好 你又不是我的会员 会费也没交给我 我还要在这边怎么样 讲啊讲啊 讲啊讲了你也觉得很烦 吃礼不讨好的工作 对不对 然后你不看我的节目 不要看老船长的 看我的老师的对 就转台看你的老师 继续片 永远大传 你手上这么多的电子股 请问你是谁叫你买的 你会费应该交蛮多的喔 对耶老船长 好 那这是电子股 对不对 自己hold pi 文啦 有些电子股还没有那么惨 像泰塑这种是 几乎是最惨的 那么 我给你看生计股 这一支 我有时候讲到这一支 我就想笑 各位 他的名字叫国光生嘛 我那时候就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我说啊 这里套了一堆的人 有没有 你的老师叫你买这里嘛 曾经叠死 叠到这叠到这 他都在节目上怎么样 表演别支嘛 对不对 一拉上来 哇耀武扬威 一天 我说过上来就是乱棍打死 这边 这个头要冒出来嘛 这一次冒出来是掌停板嘛 也是被老船长说中了 上来乱棍等着你 他不敢上来 就直接下去投降 这一次很勇喔 哇过这个高 很棒喔 对不对 一样 闷棍打死 又下来 好 我再整理一段时间 我再往冲 昨天了 昨天上来了 昨天收盘不是很双吗 国光生 对不对 结果呢 棒子在这里 哈 老船长 胡说八道 什么上来就会被乱棍打死 结果昨天怎么样 好棒棒 昨天有没有老师表演 有没有 有啦 这种国光生 昨天表演的老师名单 拿出来看嘛 他们怎么讲 告诉你国光生 是宇宙 最棒的股票 对不对 昨天追的呢 你不用看你老师的节目 他今天一定没有国光生 国外的疫苗到年底都要出来了 国光生现在看看年底能不能出来 在我看是出不来 那我已经跟你们说过 如果国外的疫苗先出来的话 这种东西比动作 比速度的 当然你说对岸的疫苗你不敢用 那没话讲 对不对 美国如果年底之前疫苗就出来的话 人家不会用美国的啊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种 你自己要小心啦 我跟你讲 如果说疫苗没有搞定的话 这都亏损公司耶 啊 七月营收 一百九十万啊 啊 你的老师到底有没有跟你讲啊 如果疫苗没有搞定的话 这种亏损公司 连营收都没有的话 股价七十几块啊 那当然啦 你是会员啊 他发callion叫你买啊 对不对 挂是挂你啊 又不是挂他 所以投资了你们参加投顾跟老师 你自己啊 你真的不要做猪脑袋好不好 拜托一下 是你拿白花花的新台币去买 不是他耶 他只是随便发个callion叫你去买耶 中了就在节目上 大老师耀武扬威 对不对 跌了就换别支片啊 我讲的对不对 你长期观察你的老师 不是这个德性吗 真的耶老船长 怎么办 三个字 看着办 我已经劝你们很久了 这一支难兄难弟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这还一百零一块 这更夸张啊 公司赚鸭蛋 看到没有 这家公司的营收 我告诉你是零啦 零啦 零啦 零零零天零零到时候就地不零了 你怎么会去买高端疫苗这种股票呢 如果说高端疫苗呛说他不用年底疫苗就做得出来的话 当然你可以跟他拼嘛 那你打电话去问嘛 你看他敢不敢说他年底会做出来 对不对 还有这一支恒大 防疫概念股嘛 来历来 怎么办 老船长你讲的好准哦 这真的大头耶 这头越来越大了 这摘下来 真的会死人的耶 没有人关心你们啊 没有人讲真话 讲真话的你们不爱听讨厌嘛 对不对 会费是交给那些怎么样 把你当猪脑袋的大魔头嘛 我平常讲你们听不进去啊 现在越来越像老船长讲的一样了 这还不是恐怖的 下半段节目回来 我们继续讲电子导播 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谷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德头顾老船长 是您谷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德头顾咨询电话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德头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项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兼容市场 规矩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带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德头顾 恰讯电话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 其实非常的恐怖 很多股票你已经 以前好熟 当红榨子机 你也要两下 什么关你什么事 你是连带保证人 当红榨子机什么 现在消失了怎么样 好像不曾存在一样 老船长 你举个例子好不好 很简单 这一支是不是叫帽林 很有名对不对 好有名的 现在呢 有没有头顾老师叫帽林的 有 有没有头顾老师没有叫出的 有 现在怎么办 这个天王级的头 这全部都是头部 这无数个头 就是他们叫了就不管了 还有一支台表科 老船长这支也很 对啊 6278 这个电脑又当机了是不是 等一下我们来把它knock一下 看到没有台表科又是一个大头 有这些股票的 有这些股票的 这个之前都是bam bam股 对不对 有这种股票的 现在心里面很担心 找不到头顾老师 没有人讲 那这些股票 未来的走势很有可能都会像怎么样 泰塑一样 这样各位懂吗 就说这种情况比星星还要惨 你看我给你看 今天教一下你们好了 这个比较单纯 为什么 它头部并不大 所以它还是有机会的 好不好 但是呢 像6278 这个已经头部成型了 帽林 还有这一支5457 有没有 这样看 这个比星星又要差一点 这些股票都是市场上的大老师叫的 都不管 所以你现在都听不到 这一类的股票很多 我讲不完了 是不是 那你现在回想一下 最近这几天 曾经有听到一个声音 叫我们把资金再转到传产去 那个人是谁 那个笨蛋是谁 古海老船长 对不对 叫我们怎么样 又要班师回潮回到传产去 说那边比较有钱赚 比较安全 而且是暂时parking在那边 好不好 我们不听了 对不对 我们当然是生计 当然是电子 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感觉一下 这个盘面还有生气的 是不是传产股 那我说过 你传产股你要去买什么 我不管 因为你不是我的会员 但是我在节目上我有教学 我说你不要去买这个 这个中钢你不要去买 等一下我把它移一下 大家稍等一下 这个电脑不知道 是谁用过的 有时候就觉得说莫名其妙 乱用 不会用就不要用嘛 对不对 没有啦 你看到没有 它涨不上去 就到这边 为什么 第一个股本那么大 第二个亏损公司 中钢是亏损公司 1573亿 你去买这种股票干什么 以前人家买中钢是怎么样 配股配息 现在配什么东西 现在没有人在买中钢的 所以很多人跑去买钢铁股 我觉得莫名其妙 对不对 船长里面注意听好 塑化 造纸 这两个是你要特别注意的 很清楚吧 对不对 那你要塑化你就塑化 你要造纸你就造纸 我没有意见 只是我今天测标 特别写的这一句话 你好好想一想 老船长不会乱写 一定有道理的 那你要问我为什么 我只能暗示你一咪咪 就是大财经台 大老师已经忘记了 大财经台大老师 他们讲传产股都在讲塑化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事实上呢 子类里面有没有比塑化获利还要好的 有 所以总之做结论 你要去买塑化股 要去买造纸 我都没有意见 总之你买的时候 你要看这档股票有没有赚钱 最好是很赚钱 那你说老船长 你昨天不是教我们 你说这是资金行情 资金退了就挂了 对我讲的没有错 但是我们买股票 那个根本还是要在的 你不能去买个地雷股 对不对 那买起来晚上睡不着觉 也对耶老船长 所以基本面放在心里面 你知道现在是资金行情嘛 对资金现在往哪边走 往安全的就是船长 船长没有包括生计 你不要乱来 懂吗 像这只我想到1760了 哇保龄附近了 这都不得了 这还有暂停交易 要跟谁怎么样了 利多又放了 冲啊 别人都不了解 这有利多的 我的老师叫我怎么样 赶快买进追进去 哪个老师我们不要讲了 早上买进去 叮 碰 细 节目不讲 我知道你的心在堂斜 你的老师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但是我讲一句公道话 你有什么好怪的 人是你自己选的 他也没有办法强迫你参加 对不对 是你自己心甘情愿 那你回头想想 是不是老船长教的 教你们怎么样破解 他们怎么骗 你是不是都当做是怎么样 耳边疯啊 你觉得老船长就是 你就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嘛 对不对 你自己呢 我自己不骗 我不是跟你讲嘛 前天我就跟你说 我们面板骨 赚完之后怎么样 我们提前一天先出来 那面板骨昨天是跌的嘛 我们毕掉 虽然它今天涨 也一来一往差不了多少 我们面板骨获利了结之后 转到传产股 昨天赚 今天又赚 两天加起来我算了一下 大概赚6% 而且是所有资金 只有一档股票 你就不一样了 你现在是手上一堆股票 都是你的老师叫的 对不对 然后他不断的叫新的股票 你是不是都没办法买 老传长都教你破解 我教了这么多年 还有些观众呆呆的 你知道真的跟猪脑袋一样 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像是真的 我老师后面叫的 有标的 他节目上表演的 我全部买不到 因为我根本没有钱可以买 我套的呢 他也不管 假要求 台语听得懂 对 但是话说回来 这是社会 你的老师固然假要求 可是你又能怎么样 你的钱已经付诸流水 你们一定要聪明一点 我跟你讲真的 有些头顾老师最后跑路 走路也有 也有很多 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怎么样 他用的手法就是怎么样 比较高明一点 但是还是被老传长破解 我都有教你们嘛 以前不是有老师 专门拿抗讯给你们看 有没有 后来我破解之后 他现在不敢拿了 因为我说那个可以造假 本来抗讯就可以造假 你们新来的 对不对 那老传长什么不能够造假 至少在我的认知 我表演一次给你看 不要讲表演 应该讲示范一次 乱讲话 我节目内容说完不是 我下十九层地狱不得好死 我自己不是你们 我自己 我手上自己死 这样可以吧 请观世音菩萨作证 举头三十有神明 我讲了多少年了 讲了十几年了 你如果觉得我在作秀 麻烦你讲讲看嘛 你只要有本事 你对着你的老婆说 你外面绝对没有小三 如果有话你下轮 没有了 这一段卡掉了导播 这没有了 对男人嘛 自己人 不要互相 没有了乱来 老传长当然觉得说 夫妻一定要怎么样 这个要尊重对方 不可以做 不该做的事情 那回到正题 就说我常讲开大门走正路 我不是讲着玩的 这样各位懂意思吗 我所有会员都在看我的节目嘛 我可以这样子 直接跟我的会员讲 你们现在是不是只有一档股票 是不是所有资金 我的call is不是叫你们所有资金都压 是不是连涨两天 对不对 两天之前是不是从面板股赚钱出来的 如果我说谎 每一个会员赔五亿 八千万新台币 我说全国只有我们是一档股票 全部资金重压的 对不对 哪一个分析师敢像我在节目上这样子讲 又揪着自己去死 跟神明发誓 又要赔会员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哪一个敢 敢我立刻退出投雇业嘛 让他们也不敢 没有一个敢 哪一个老师不是现在手上 会员套一堆股票 敢不敢讲 不敢讲 还在那边大老师分析 不要再分析了 丢人现眼 你的会员都在看笑话 对不对 那根本都是骗人的 来 你来 换掉不赚钱的老师吧 老船长再劝你一次 我今天给你一个短天期 让你体验一下老船长的厉害 以及我的不骗 我在市场几十年了 我就是那种怎么样 龟兔赛跑里面的乌龟啊 你们去参加那个都是兔子你知道吗 哇 好像很厉害 最后都挂掉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换掉不赚钱的老苏 你现在跟的是老苏 我给你短天期 你来试一下吗 你们不是去医美店什么都有什么试用吗 体验价对不对 我就让你试 短天期的 这个我只推一天 为什么 这一天短天期的 你不把你的老苏换掉 你将走向归零高之路 你现在已经很惨了 没有关系 把你的所有的股票资金 全部集中起来 我带你做 我让你怎么样 体验一下翻身的滋味 好不好 但是你一定要跟我 因为后面的行情 可能有很大的变化 如果这个牌一旦走空的时候 你跟着老船长 你不用怕 因为我非常有经验 我不是死多头 我死 短天期 只有退今天一天而已 开始拨打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非切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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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